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政府正在收紧对尖端人工智慧晶片的出口管制,这是对现有规则的更新,将严重限制辉达和其他制造商向中国销售高效能半导体。 美国商务部10月下旬,延长了2022年10月首次引入的全面出口管制,以升级技术限制,同时也使企业更难找到绕过限制的方法。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更新的目的是,遏制中国获得对中国军队至关重要的先进晶片,这些晶片可能推动人工智慧和精密计算机的突破。 根据2022年的规定,美国禁止出口超过两个预值的晶片,一个是功率预值,另一个是晶片之间的通信速度预值。 商务部正在效能密度衡量标准取代后者,该措施的明确目的是阻止公司寻找替代的解决方案。 修订后的出口管制措施将禁止向中国企业销售运行速度达到或超过300teraflops,即每秒可实现300万次运算的数据中心晶片。 如果晶片的效能密度达到或超过每平方毫米370degaflops,即11亿次运算,那么速度在150到300teraflops之间的晶片将被禁止销售。 以上述速度运行但效能密度较低的晶片则属于灰色地带,但企业对中国销售此类晶片时,必须向美国政府报告。 维盟多指出,这些规定将豁免用于智慧手机和游戏等消费类产品的晶片。 美国官员表示,出口商在出口速度超过300teraflops的晶片时必须通知政府。 有官员表示,更新后的规定还扩大了不能销往中国的晶片制造工具的范围。 美国还把13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名单,使其极难获得美国技术。 同时,美国政府还将要求企业获得向40多个国家地区出售晶片的许可证。 中国企业此前可以利用这些许可证作为中间人来规避美国的管制。 美国政府还对中国以外的21个国家地区提出了晶片制造设备的许可要求,并扩大了禁止进入这些国家地区的设备清单。 ASML表示,预计新规定将适用于公司供应的中国少数几个从事先进晶片制造的工厂。 ASML在新管制措施公布后,股价下跌约2%。 该公司表示,预计这些措施不会对公司2023年的财务前景以及2025年和2030年的长期前景产生实质性影响。 去年的规定出台后,汇达专门为中国客户设计了顶级H100和A100的改良版GPU,使其效能低于美国规定的门槛。 由于担心美国会加强限制,中国科技公司纷纷抢购这些经过改良的H800和A800GPU,这对生成是人工智慧至关重要。 一位美国官员指出,新规定将禁止挥达在中国销售A800和H800GPU晶片。 更新后的规定还将影响英特尔的人工智慧晶片CodeR。 另一位官员表示,美国政府在起草更新规定时已经考虑到了一些企业试图绕过限制的情况。 此前曾表示其数据中心晶片收入多达25%来自中国的挥达,在最新规定公布后,其股价在纽约交易中下跌了约6%,AMD和英特尔均下跌约3%. 挥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年早些时候表示,2022年的管制措施禁止向中国销售其最先进的晶片, 更进一步的限制措施可能会削弱美国晶片制造商的投融资能力,从而严重损害他们的利益。 挥达10月下旬回应表示,会遵守所有法规,同时努力提供支持众多行业数千种应用的产品。 鉴于全球对其产品的需求,预计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财务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英特尔表示,正在审查相关规定并评估潜在影响。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智库的一名人工智慧专家指出,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切断了中国与先进人工智慧晶片的联系, 包括挥达未遵守去年的管制措施而专门设计的修改版晶片。 现在,中国企业正面临着能够获得的人工智慧晶片,明显不如西方国家的情况。 随着挥达,AMD和英特尔生产的图形处理单元GPU, 已成为科技公司、政府和初创企业训练大型人工智慧模型不可或缺的组件, 引发了对最新晶片的抢购热潮。 由于AI市场需求大增,传辉达下一代AI晶片将提前发表。 辉达,Blackwell B100 GPU的发表日期从2024年第四季提前至第二季, 预计将使用SK海力士的第五代高频宽记忆体HBM3E来驱动其最新晶片。 市场人士指出,H100是挥达目前最高规格的GPU, 而B100比H100更具影响力,将彩台积电3nm至4nm制程与Chiplet设计架构。 消息指出,SK海力士已获供应挥达最新HBM3E显示记忆体的独家协议, 将用于驱动下一代B100GPU,这将有助SK海力士成为AI行业的主要半导体供应商。 报道指出,挥达原本计划在明年第四季发表B100, 但由于需求快速上升,因此,挥达已将发表日期提前至第二季目。 随B100发表日期提前,SK海力士原本计划在第二季初进行的质量测试计划也提前至第一季, 预计明年1月将用于质量测试的数量交给挥达。 至于挥达提前发表B100原因,除LI晶片需求激增, 还有市场对更强大AI解决方案需求。 在A100和H100加持下,挥达目前在AI晶片市占率超过90%, 而B100将进一步巩固挥达在AI领域不可撼动的地位。 报道指出,挥达自今年6月开始开发B100, 并在今年8月受到SK海力士的HBM3E的初始样体。 总体来看,美国推出新一轮半导体出口管制新规, 不仅限制挥达阉割版BI晶片对中国出售, 还将必认科技和摩尔县城等13家中国GPU企业列入实体清单。 但有分析师表示,尽管美国政府扩大对中国出口BI晶片限制, 实际上对台积电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就中期和长期而言,美方新颁布的限制措施 可能让台积电失去来自挥达、AI晶片等美国晶片设计厂商的订单。 但是,潜在的订单损失可能因为中国晶片设计公司 下定未被限制产品的额外订单而获得弥补。 得益于AI晶片需求的不断增长及下一代制程的稳步发展, 台积电在2023年至2024年将是晶圆代工厂里表现最佳的公司。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 字幕 李宗盛